小草心都睡了 而柯文哲呢 目前他應該有那個小電視 對 小電視應該有放這一段 那柯文哲一定心裡面非常的溫暖 對 為什麼呢 因為獨在土城為義客 美逢佳節被失親 對 就開始要失戀著陳佩琪 他會想說 哎呀我今天沒有握著他的手 13天沒有握著他的手 佩琪你睡得好嗎 是 因為陳佩琪講說 柯文哲說要握著手才睡得著 對不對 真的 我真的好想你喔 可是呢 你看這就是陳佩琪還刻意在土城外面 他背後那就是土城看守所的牆 隔著圍牆 錄影機跟阿伯喊話說 我好想你握著我的手 幫我睡不著 其實佩琪應該哭一下 是 搞不好可以哭找長城 哭找土城對不對 哭找土城 就可以救出來 我們有這麼豆腐渣嗎 沒有啊 可是昨天就有了 可是呢 不管怎麼講 中秋節就是要團圓嘛對不對 所以土城的看守所 其實是蠻溫軟的 有加菜 有加菜 對 中秋節你看 這個餐裡面還備注 中秋節加菜 他備注是中秋節加菜的 對 因為看守所的收容人 他現在還不是受刑人 收容人 收容人 我們要講得很公正一點 收容人你看每個月 其實只有兩千塊對不對 每個月只有兩千塊菜錢 菜錢其實是很少的嘛對不對 那等於是六十幾塊就要三餐 對啊 所以暫至中秋節 我要給你溫暖對不對 對 中秋節你在裡面 心情一定不好過嘛 人要團圓嘛對不對 所以給了溫暖 最溫暖是什麼 我一看到我說 晚餐有十斤火鍋 蛋黃書加柚子 十斤火鍋 哇一下去 可是他們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 而且今天的土城是 白天最熱的時候是35度 你剛去查土城35度 現在晚上的時候 至少是30度 29度 然後裡面更悶啊 然後是在吃著 而且那個整個 開始熱要回溯回來 你不能給我一碗剉冰都好 對啊 可是要給他們溫暖嘛 所以他一定是軟烘烘的 對不對 非常的軟烘烘 太軟烘烘了 然後另外一個 還有三個 你沒看到 是有蛋黃書 蛋黃書這邊 蛋黃書 北索蛋黃書 他就被拍到了對不對 然後一份是三個 不想給他吃到幾個對不對 是 可是我們也知道 像最近 一個人一天只能吃兩個 不然膽固醇會太高 膽固醇會太高 所以要注意一下 對 所以今天給他的整個 脆皮卡拉雞排 看起來也不錯 開陽時速對不對 對 他是不是能夠幫他開運 我們不知道 其實今天我想阿伯最喜歡吃的 應該是這一個 白木耳連子蛋 為什麼 消暑 消暑 這個降火的 連子是降火的 不管怎樣 阿伯就過這一天 可是阿伯在這裡面 外面還是有各種的氛圍 是 要聲援阿伯 要聲援阿伯 要鞏固起來 你看昨天晚上小草在土城外面集結了 是 草還是在的對不對 對 大概三十幾個 不管怎麼樣 他們還是要聲援阿伯 是 聲援阿伯 記者比小草多 可是佩琪到了 佩琪來了對不對 佩琪專程的來 對 在昨天的中秋夜之前 給阿伯一個心理裡面 給他一個安定的心對不對 對 我真的好想念你喔 是 然後又回憶起 當年2011年 陪柯文哲開完刀的時候 是他開刀 他自己開刀 他開刀的時候 對 柯文哲陪他開刀 刻意將病床高度要調整一下 對 一定要勾著手背 才睡得著 這個情緒出去之後 小草一定覺得太沒人性了 太過分了 不是 他竟然講這個幹嘛 他現在陳美琪出去就是政治操作啊 今天阿伯只有案子才押進去 結果你去現場 在那麼多媒體面前說 阿伯沒有勾到我的手 我覺得我睡不著覺 陳佩琪就是在司法面前 做政治勒索啊 在勤勒一下嘛 對不對 來勤勒司法嘛 有沒有效果 有啊 三十幾個小草 只有感覺的嘛 對不對 我就問你 裡面那麼多人 哪一個人沒有老婆 他們就是要給小草看嘛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小草還是很在乎的 所以呢 黃國昌漢那個陳智涵 還想說中秋節的時候 我本來是有一些活動的 要去規劃的 但是呢 我現在沒有心情辦那些活動 活動了 我們去北索外面烤肉 陳智涵提議去北索外面烤肉 然後三十幾個烤肉 幫那個圍儀道聞進去 把肉香香死阿伯 阿伯那時候聞到的時候 他的心情一定是更激烈的 陳智涵約大家去 約黃國昌去 結果陳智涵夫婦都沒去 都沒去 結果那一群人去 都說阿甘人都沒來 剩下烤肉 那會感覺 他的心裡會更悲涼 可是更悲涼的是什麼 蔡壁如 蔡壁如更悲涼了 現在這個時候 蔡壁如講說要回到初心嘛 我們要團結起來嘛 我們台中也要做一個 眾人都在台中 聲援柯文哲 可是呢 盧秀燕盧媽說 不要影響我 你們救柯文哲是你的事 等一下 他原本要聲援柯文哲的地點 在台中市府前廣場 現在被趕到南區 醒休工前 盧媽說不要把我跟阿伯卡在一起 不要連在一起 第一個 你蔡壁如最近 你已經是市府顧問 你天天在上節目講阿伯 對 在這個上班時間不要講阿伯 對 所以第一道牆 第二道牆還更怕 你知道那個市政府館長 站滿要多少人嗎 多少人 至少五萬人 沒有他可以在騎樓啊 對啊他可以騎 沒有沒有那個地方就是 大家在看那個奧運轉播的地方 那很大 然後那個醒修庚大概五百人 五百人是 也有可能是因為怕人太少 那就是變成盧媽的體恤 所以市府說沒那麼複雜 江和書說沒那麼複雜 複雜 因為活動明目不符 明目不符就是因為你聲援阿伯 江和書怎麼每次不小心說出大實話 因為整個市政府一看 你們在我的市政府前面 大門口前面的聲援阿伯 我叫盧媽還要不要命 你不要講盧媽 我問一下 台北市 如果在台北市政府館長要辦一場 你覺得講萬萬會怎麼辦 是 市府先把他移到哪邊去了 所以蔡壁如一腳不要被踢開了 就是離遠一點 不要這個狀況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很擔心的是 整個民眾堂 因為是民眾黨 民眾堂 太多在外面的人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離不計 會失控 會失控 會整個形象上 狀況會很奇怪 這裡面出來的 團結自跑 共跑 自攻先行 重力加速度 因為他們最近要半路跑了 要半路跑了 可是你看到的是 他們講的是 重重講堂 他們說什麼 堂口生物 一隻叫堂主 他們自稱自己是堂口生物 在遙遠的深商上 有一個叫做重重講堂 住著一群堂口生物 一隻叫堂主 一隻叫堂老大 堂主跟堂老大決定搬路跑 叫民眾堂的都來路跑了 邀請您和家人一起加入 堂口生物的冒險旅程 民眾堂現在完全失去理智 他民眾堂是被四叉貓 笑到爛的 他們現在要洗刷自己的 這個所謂形象問題 就把兩個路跑 自稱民眾堂 最重要的是 參加這個路好 一定有給你Favor 是 參與活動的贈品 也灌上堂口生物 是 所以阿伯的這個中秋節 他今天還是要過 因為明天上班了 第三次提訓會不會發生 會不會有策謊 會不會對峙 對 中秋節之後 阿伯就會秋風秋雨仇大人 好 既然我跟范老師 范老師都是你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說這個阿伯 謝絕任何惠客菜 他說陳佩琪也不能惠客菜 就是你一直在講惠客菜 阿伯講說 我如果吃惠客菜 我就中記了 我就中范老師的記了 所以你看了阿伯 現在只能吃熱火鍋 可是吃熱火鍋就算 外面要申選阿伯 我都沒有意見 可是陳佩琪申援阿伯方式 我真的覺得 我坦白講 真的是政治操作 可是范老師你說 你看過一張照片 就在今年2024年5月底的一張照片 阿伯跟柯文哲去搭捷運 被人家拍到 他們的眼神 不要說牽手 連眼神都不交會的 范老師 這就是被拍到的照片 對 柯文哲旁邊是空位 是空位 陳佩琪住在這個地方 他眼睛是看著走到 等一下 阿伯在看手機 陳佩琪在看另外一邊 對啊 他們連眼神交會都沒有 完全沒有 一般的夫妻 起碼坐在一起 對 關心阿伯你看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坦白講 我也有可能是我站的 站在那個陳佩琪的前面 因為兩個人比較近 可以聊天 對 他們不只分開做 手也沒牽 眼神也沒交會 陳佩琪那個好像在看陌生人 等一下看旁邊 對 柯文你看嘛 這個是不是很大的反差 對不對 我真的真的好想你啊 對不對 他講真真 還講兩遍 真真的好想你啊 對 然後呢 要過著手背才睡得著 是 你看這張照片兩個 是不是很大的反諷 而且你知道這個時間點 是什麼時候嗎 2024年的5月底 對 就是他們搭捷運那個時間點 對 突然2024年的5月 他們幹了什麼大事 開始 就是買房子 對 阿伯才花了4300萬 還買一個房子 對 做捷運的時候 陳佩琪看都不看他一眼 然後跑去看豪宅 不是我真的覺得啊 太矯情了啦 真的太矯情了 我覺得你平常兩個人 其實你看 其實柯文哲跟陳佩琪 老夫老妻就這樣 我們也不用犯大解釋 平常不動 其實就是比一般的夫妻 來得冷淡 是 柯文哲過去 從來不會簽陳佩琪啦 對 本來是你說陳佩琪 湊上去抓住他的手 我就覺得沒有必要啦 他不是當有趣 他是要給司法施壓 對 他是要讓小草更痛恨中華民國的司法 對 所以我就覺得到這個時候 你還在玩政治 還在跟這些 還要讓小草能夠圍繞著柯文哲身邊 對 我是覺得為什麼你應該 這個時候應該主要是法律的問題吧 對 怎麼還在做政治操作呢 對 他自己跑到台北開手所去 對 之後還拍影片 拍影片 他那個影片 他那個名稱叫什麼 叫夫人與大家說說話 為什麼叫夫人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怪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這個政黨 看起來是吸引很多年輕人 可是呢 他的文化其實是跟國民黨很接近 非常腐朽 八股 八股 對 官樣文化 可是他灌輸給年輕人的觀念 都是極老舊的 對 司法會被執政黨控制 對 阿伯是司法迫害 對 阿伯要那些錢是要對抗兩大黨 這些都是很老舊的文化耶 對 你看上禮拜是 他不是開那個記者會 對 不是還在旁邊嗎 對 那個根本就是 也不是針對法律問題啊 全部就是訴之以情嘛 哎呀我好可憐啊 我們要妻體止散啊 我們被政治迫害啦 全部都講這些東西嘛 我小孩子都不敢回家啦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 他完全就不是針對法律問題 我真的很懷疑他開這些記者會 他到底有沒有跟柯文哲律師討論過 哎呦 我感覺是沒有 或是柯文哲律師是知不支持 對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個法律戰 你就不應該往政治去移動 你就應該從就法論法 然後呢 家屬應該要越低調越好 對 可是完全不是喔 所以我覺得 邱毅平常講話 我都不太相信了 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蠻重要 誰叫陳佩琪出來 誰就是內鬼 對就是內鬼 他講的是誰 就是陳志涵嘛 你們一直叫他出來 然後一直講錯話 前言不對後語 然後漏洞百出 那我問檢察官看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這個時候還在開自己的會呢 對 那我覺得那就是 還在做政治操作 還在那邊吸引這個小草對他們的支持 那我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的訴訟怎麼做呢 因為我們知道 你在柯文哲 你的律師在做整個的訴訟 其實包含陳佩琪都應該納入嘛 那我再問你今天中秋節 在裡面你覺得阿伯過得怎麼樣 當然很痛苦啊 今天35度啊 你不是最愛講會客菜的嗎 以今天的菜式來講 應該不用買會客菜 不用了嗎 現在這個算蠻不錯的 但是35度真的 小心注意血壓 太熱太辣的話 搞不好會引發中風 所以我就覺得 柯兵真的吃火鍋 真的我是覺得 對他來講真的是一個折磨 是個折騰 而不是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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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